县府文化局所举办的主义产品开发竞赛 是每年度的盛事 会及来自全国各地主义创作者的心血结晶 经由评审从创作技法创意特色 整体美学经济效益等四大面向 进行缜密的综合评比 进而评选出首奖、优选、佳作及入选的各类奖项 展期从即日起至3月30日子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 县府文化局在一楼的主义博物馆展出2021 主义产品开发竞赛作评整 文化局表示 主义产品开发竞赛是每年度的盛事 会聚来自全国各地主义创作者的心血结晶 经由评审从创作技法、创意特色 整体美学、经济效益等四大面向 进行缜密的综合评估 评选出首奖、优选、佳作及入选等各类奖项 文化局表示 竹在现今环境中已是健康以及永续的象征 而竹义更是南投县最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产业 县府为了提倡产观学合作 鼓励竹义从业者研创崭新的竹工艺产品 让最环保的竹素材广泛运用在日常生活、 食衣住行、娱乐等等使用功能 特由文化局举办竹义产品开发竞赛活动 借以发扬竹义现代美学以及生活艺术化价值 激荡竹工艺产业的永续发展 文化局表示 竹义产品开发竞赛除了重视创作技法之外 同时也关注作品的创意特色、 整体美学以及市场的经济价值 其能培育出更多的竹义创作人才 传承文化新火 并以市场为导向 开发兼容艺术内涵与生活实用的竹义产品 同时透过竞赛的举办 其能发扬竹义现代美学以及生活艺术化价值 将传统竹义技法赋予现代创意设计元素 吸引更多人才投注研发创新 激荡竹义产业永续发展 这次展期从即日起到3月30号为止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 来一趟难得的知性之旅 记者蔡世奇 南投市采访报道